张双斋 43岁 河北人 高中直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企业家 你们好 我叫张双斋 是我的大名 张琪是我的艺名 大家习惯性叫我张琪 我呢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 从学校的时候 就经常参加一些文艺演出活动 一直到现在中间 从来没有间断过 所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我现在是一名专职歌手 所以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呢 想看看有没有哪位老板 能够合作愉快的 欣喜能达成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来了 谢谢 欢迎您张琪 今天张琪来到我们《非你莫属》 他选择的是一种中国式求职 一说到中国式求职 大家都知道 会选择带着自己的家人 或者伴侣一起来 那今天在我们人力资源 二位老师中间坐着的 就是张琪的先生 大家好 我是我的名字叫韩东丽 是张琪的老公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非你莫属》栏目 希望大家看见我也非常开心 韩先生我想问您 今天太太来《非你莫属》 找一份工作 此时此刻 台底下怎么说咱不算 此时此刻 有什么想对媳妇说的 媳妇 我一直支持你 加油 你想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更加支持你 你做的所有的选择 我都支持你 谢谢老公 最后再补一句 媳妇 就算今天 最后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没关系 我养你 下次我站在你这儿 你坐在我这儿 我来 这都好啊 是吧 你让媳妇这更有底了 对吧 是 这个张琪老师 请教您个问题 我看到您的简历表上 您是这个纺织女工出身 对 怎么从纺织 最后变成了歌手呢 我们之前就是 从纺织场里有联谊会 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有联谊会 对吧 搞一些文艺活动 然后呢 我就当时就 我老公也在那儿 工友 一个场子的 对 他那时候是做什么工作 他是看机器的 我们是后 就是后面质检 质检 您还不是在 车间里的 对 他也是一道工序 完了之后就是 打PK 唱歌PK 然后我们这样相识 因为车间和车间是不一样的 PK完了之后会有奖励 拉歌 会有奖品或者奖金啥的 就是拉歌 对 就是赛歌 对 你代表的是质检 他代表的是这个机械 对 那你就不用说过程 你就说最后谁赢了吧 我赢了 那必须的 你看他们今天俩穿一样的衣服 对 我还想说呢 这是负唱负随 负唱负随 有谁控制谁吗 贾总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应该问 就你往这一看你就能看出来 就这大哥跟我的气质 都是属于怕媳妇那一类 我跟你不一样 你是怕媳妇 我见了媳妇都发抖 是吧 见了媳妇都发抖 所以大哥你还是比我牛啊 我先问韩先生啊 韩先生第一次拉歌比赛的时候 看到张琪什么感觉 那时候看到他第一感觉 也没啥感觉 你当年看见他就没有那种 非你莫属的感觉吗 对啊 这个你要愣说的话 你要非说有的话 那么就有一点 这怎么叫非说有呢 什么叫非说有呢 愣是把送分题变成孙命题了 你非是非 韩先生真是个耿直男孩 是吧 那唱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 听他唱歌 一唱歌就有感觉了 你还记得张琪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唱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哎呀那歌了 难度基本上没有 大概挺幽默的 唱了一个 唱了一首叫《青淡高原》 你当时听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跟我差不多吧 挺脱口秀的 你咋没说我再练两天就赶上你了 不能再谦虚了 对 我觉得你再谦虚的话 你一会儿那妆都花了 你那汗就给你淹了就啊 我现在在脑补一个画面 一会儿他们俩如果同台演唱的话 像那个《凤凰传奇》里面一样 大哥就两句词 还有一个 还有七哥 我来问问张琪啊 就因为这个事跟老公就结缘了 对 一哥为媒嘛 就是他就是就经常找我 然后就是说有共同语言了 志同道合了 能说到一起了 请教请教 对 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唱歌 怎么怎么然后侃侃而谈 就越接触越多嘛 我慢慢就熟悉了 就承担女关系 两个人都经受过专业的训练吗 我没有 然后我老公之前 就是有老师教他声乐这一块 我们是从后来参加好多的 球用各地的唱歌比赛 但凡有我们能去的比赛 我们都去 后来同事们给我们叫啥呢 比赛专业户 比赛专业户 对 然后还获得好多优秀的荣誉 都是两个人一起去吗 对 一起去 会不会影响工作呀 肯定会影响 那领导有意见吧 有啊 如果说我们上白班的情况下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去跟团长去演出 就是挣个外快 然后在上夜班的时候 我们白天就会出去 然后去挣点外快 我们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我们 那会儿就为了挣钱 也是爱好唱歌 你等于是在工作之余 把休息的时间 又去投入到了爱好当中 对 对 对 你长此以往身体也受不了 受不了 不行 而最后做出的选择是 辞职 双双辞职 对 双双辞职 对 我们俩都辞职了 那你俩现在都是靠演出生活吗 对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因为 就还说这个红白事演出 因为你那个事吧 什么天气你不能给人耽误 对啊 对吧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对 风雨无阻 就是冬天 那个雪下得特别大的 有一天晚上 去的时候还好 天气还亮着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天特别晚了 然后我们两个 骑着那个小摩托车嘛 就是往回走 那个小路 那会儿板油路很少 全都是那小土路 然后都冻了号 就是特别滑的那个冰 知道吗 那个路上 然后其实小摩托车 我们两个就双双 就是跑 折到沟里了 摔倒了 就是摔倒了 然后我老公那个腿 就是当时全破了都 就是那个 现在那扒特别大 那个骨头 就全露出来了 因为当时人特别少嘛 行人特别少 我也没有办法啊 我摔得不怎么样 但是我就 怎么着呀 这个我就嚷着他 我说老公快醒醒啊 不能 因为很冷 韩先生已经摔得晕过去了 对 后来过了一个路人 然后看到我们之后 就把我们救起来 就送到医院 所以那个巴流的特别大 因为当时那个就是 治的那个过程 不是特别 特别的精细你知道吗 就是很潦草的 就给治了治 就是那个小诊所里嘛 就是后来 把那骨头弄好 后来那小鲜肉 长出来之后呢 所以没有 没有长多好 所以现在那个巴特别大 到现在 我就在我脑子里 现在 那一刻总是忘不了 就每每看到这个伤口的时候 都会想起曾经那段 对 很艰苦的岁月 嗯 所以我们 就这样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 就是把伤养好了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 还是继续陪你出去 对 嗯 挺辛苦的 尤其是夫妻两个人 一起经历这个过程 我想对于他们的感情来说 也是一种促炼 对于你们夫妻二人来说 支撑你们走下去的 除了忠贞的爱情 还有一点 就是你们的 这种对唱歌 对于文艺演出 这种热爱 这种热情 对 咱们擦干眼泪 嗯 说一点开心的事 好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您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想就找一份 比较适合我 嗯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的 嗯 或者是在 一个企业里 干这个文艺这一块 嗯 唱歌 比如说旅游区里 唱唱歌呀 或者是企业里搞什么 嗯 交友会订或会年后会啥的呀 那这样搞一些演出 嗯 就靠唱 说白了还是靠唱歌来 挣钱 您老家是河北的 对 您对工作地点有什么要求吗 就 惊惊计这一块吧 惊惊计 好 好 期望的企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有哪家企业 是您的意向企业吗 嗯 没关系 没有 就可以说没有 嗯 没有 没有选好啊 嗯 那您的期望薪酬是多少呢 多多益善吧 多益善 嗯 好 好 在第一环节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把最后一次发言的机会 留给张琪的爱人韩先生 韩先生 这次来到非你莫属找工作 是张琪自己的想法 还是你们夫妻 再一次共同商量的结果 也是我们两个人 考虑过不短的时间 为什么要回归职场 因为我们毕竟嘛 不是十七八二十来岁了 家里边有父母啊 家里边有父母啊 有孩子 回到职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能 能够非常稳定的这个工作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 能够照顾孩子啊 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我们的求职者刚刚的表现 来综合做出判断 好 还有发展灯为你留下